今天本土的確診個案 再增加286個人 其中有萬華足跡的算一算 有84個人 接近三成以上 這也讓指揮中心非常緊張 決定要再發第二波的細胞簡訊 第一波是5月13號發出的 一共有60萬封 第二波則是發出9萬封 為什麼要發兩次呢 指揮中心表示 這9萬個人 其實包含在上一次的60萬人之內 但是因為評估後 認為風險比較高 加上足跡已經移動到外縣市去了 才會再發第二次的簡訊 內容是說呢 你4月20號到5月19號之間 有去過高風險區的人 有呼吸到症狀的人呢 一定要趕快去醫院救治 希望民眾可以提高警覺 好 為什麼要補發 因為有人真的就是 而高風險群卻沒有收到啊 東三新聞接獲民眾投訴 她的婆婆在台北市萬華 去開設卡拉OK 結果呢 遭到感染確診了 她5月15號早上到診所看診之後呢 下午篩檢 當天 兩天之後呢 下午4點鐘是收到了確診 當天晚上就由救護車 再去檢疫所裡面 不過呢 其實呢 跟她住在同一個屋檢下的家人 到現在都沒有收到匡列篩檢的通知 讓他們感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向新北市衛生局查證 得到的回應是說 這幾天確診案例暴增 家屬的疫調 時稱有可能會被延誤 請有需要的民眾 先在家裡做自我隔離 做好防護比較重要 板橋有一家人 在萬華經營卡拉OK的婆婆確診染疫 但是同住的三大兩小 包括天天在婆婆到萬華上班的公公 迟迟沒有收到匡列通知 我們現在非常的擔心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被安排去採檢 那目前的採檢單位 其實我們都排不上 那我們不只排不上 我們也出不了門 我們希望去採檢 可是我們自主居家隔離 我們不敢出門 那也沒有相關的單位拿來做後續的安排 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很擔心的就是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那大家人傳人 那傳到後面可能大家都變很嚴重了 我們有跟婆婆禮拜六的時候與她共參 算是蠻親密的接觸 62歲的婆婆在5月15號出現身體不適的狀況 先到附近診所就醫 16號到醫院裁檢 18號下午確診 晚上就被送到檢疫所 但是截至20號中午為止 家人都沒有收到隔離或者篩檢訊息 又特別擔心公公的狀況 就怕家人之間有互相傳染的可能 針對確診者家屬沒有在第一時間被匡列的憂慮 新北市衛生局坦言 這幾天確診案例暴增 家屬的疫調 時程有可能被延誤 疫調會有 因為真的可能排不上 會有一點點延誤到的可能性嗎 目前我們在努力中 因為現在案件量有多 所以還是等候衛生單位的一個通知啦 衛生局也懇請家屬在等待疫調通知之前 先在家中自我隔離做好防護 如果出現任何狀況立即撥打1922 但是家屬猶新 如果家中成員太多 很難做到一人意見的隔離 更重要的是別讓第一時間無匡列的確診者家屬成為防疫破口 東森新聞李孟唐白星儀在台北的採訪報導 的確剛才新聞中提到現在確診的人變多 要居檢的人也變多 可是很難做到家中一人一房該怎麼辦呢 中央就呼籲說要來增加防疫旅館的數量 現在旅館工會也徵收專責醫院附近的獨立旅館 將進駐醫護照護輕症的確診者 也可以當作這個病房來使用 而中央定調一旦快篩陽性 就必須在六個小時之內送集中檢疫所或醫療院所 避免空窗期 台北市政府說進入檢疫所十天之後 只要採檢CT值等於或大於30 就可以解除隔離 本土疫情升溫 台北市府決定快篩陽性 一律送檢疫所 這會不會降低民眾篩檢疫苑 我覺得這個快篩是要想清楚後續的 好像突然被外星人抓走的那種感覺耶 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處理啊 那比如說我們是自己做餐廳生意的 要繳信用卡 要繳房租那怎麼辦 是還好啦 對啊 反正自己身體有狀況有疑慮的話 多傷解就是好吧 因為現在疫情比較嚴重嘛 我覺得真實方式是好的 大家各自的看法不一 一旦真的有症狀都關心到了檢疫所 到底要待上幾天 遠山快篩陽性輕症無症狀的民眾 先返家觀察或是送防禦旅館檢疫所 但現在中央定調一旦陽性必須在六個小時 送集中檢疫所避免發生空窗期 直到十天後PCR採檢若CT值等於或大於三十就可以解除隔離 若CT值在三十以下必須再住七天後進行第二次採檢 為了擴免篩檢的量能 現在新北市也增設了包含是永和的更新醫院以及土城醫院還有樂生療養院三處的篩檢站 不只快篩站中央也要求地方持續增加防疫旅館數量 讓旅館公會提出計畫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有醫生跟護士進駐的 簡單說就是把方艙醫院給升級了 在醫院附近三公里的地方以內最好是兩公里 然後呢有一家獨棟的旅館 各位預計整捨五間旅館三百張床供給在醫院的輕症確診者 規劃一個醫師雇30床一間旅館目標配置 兩名醫師兩名護理長十六個護士 就近醫院照護就避免群聚感染風險 獨家宣的中子明成為君台北報導 現在疫情持續嚴峻 快篩數量也跟著暴增 我們獨家直擊製作快篩試劑的生技場 現在呢也在緊鑼密鼓的製造當中 力拼月產能可以達到三百萬劑左右 而目前主要提供給雙北市等各縣市政府 要一起來加強防疫 機器裁切出一片片試劑準備包裝出貨 本土疫情爆發 生技大廠也加緊趕工 製作抗原的快篩試劑 一個月能做出三百萬劑 馬不停蹄要送往快篩站 過程獨家揭秘 這個市值的半成品呢 上頭已經有生物活性在上面 但就怕呢環境會影響到這個活性度 所以他們的實驗室的濕度 都會控制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下 製作環境小心翼翼才能確保準確率達到九成以上 相較以往的採集數要達到一千五百個病毒 但現在只要三百個就足以檢測 整個過程下來只要花上十五分鐘 而CT值也拉高到三十 也就是說就算病患沒有症狀 同樣能夠揪出病毒 他的臨天以前 他的病毒量就會上升 所以你可能那時候你沒有症狀 就是可能你所謂的潛伏期 前面的數量可以到多少這邊 只要是在三十以下的話 都就是有機會被我們快篩 就是篩檢出來 生技大廠動起來 除了保齡附警的快篩試劑 金萬鈴也提供了PCR的檢測儀器10套 每套每天可以檢測一千件 冷泉港的自動化檢測儀 一天可以篩出三千件的樣本 試機生技的PCR檢測系統 單日也可以完成五百個檢體 PCR它這個採檢到核酸萃取到上機得到結果 可能會比較稍微長一點 可能目前可能大概四到六個小時 這麼多的患者在外面爬爬罩的話 就是建議先用快篩做一個初步的篩檢 把這些高可疑性的病患 再做這個PCR的確診 從快篩試劑再到核酸檢測 累積多年的MIT能量技術派上用場 要為台灣防疫快速築起保護城牆 東森財經新聞 財庫裡面忙翻了 員工忙著把冷凍包裝的泰國草蝦和其他新鮮魚貨 放入這個白色的保利融合 準備裝箱來送貨 一箱箱的貨物堆疊成山 把大貨車塞滿滿 每天至少送出二三十趟 疫情加劇反倒讓直播海鮮平台 業績搶搶棍 有比疫情之前有暴增很多 對 就是訂單量都大量的湧入進來 所以我們的出貨都大增 大概都有一倍以上 一倍以上的成長量 民眾有一些預期的心理 所以他盡量會 訂單量就會下料的量都比較多 就是造成我們的出貨量也會大增 櫃台人員電話接不停 因為訂單量如雪片般飛來 這一邊卸下一車豬肉 趕緊放入冷藏室 另一頭立刻又要把他們 按照訂單放入裝箱列隊 員工分成早晚班 共有超過百名 全都在加班趕工出貨 這樣還無法排解爆滿的訂單 員工都加班都日夜趕工 我們早晚班都 大家都盡責任把那個出貨 盡快完成 訂單都會有一些排擠 對 那我們當然還是盡快去解決 讓貨物盡快交到消費者手上 看來就算疫情衝擊 但靠著直播線上賣 還是能殺出一片藍海 東森產經新聞 李莫山楊超成 新北採訪報導